经济部公布了9月份的外销订单 结果比去年同期衰退了3.1% 重点是在整个第三季 第三季终结了连续9个季度的正成长 过去很少像今年一样 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 还有第一季度还要更低 史上只出现过两次 这次第二次 第一次出现在911事件 所以大家不免要担心 到底出了什么事 而且现在更担心的是 不仅9月份 11月份可能会更惨淡吗 我们要请所长上台来了 问到怎么一回事 大家都在看 我们是出口当中 算是成绩数一数二的 我们9月份的外销订单翻黑 10月会更惨吗 为什么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因素 还是刚刚我们前面讲的 现在景气看起来 下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尤其是全球的这些景气下滑的速度 那我们也知道台湾过去 不管是外销订单或是出口 大部分依赖就是全球景气的一个状况 所以当全球景气需求在萎缩的时候 它一定也会造成台湾这些外销订单的出口 受到一定比较大的一个冲击 那我们就来看看 因为很多做生意的都在看 到底接下来哪个景气好 哪个景气旺 哪个景气摔 这次造成了9月外销订单 呈现衰退 最主要的凶手是哪个产业呢 最主要还是这一些光学 以气这些面板的产业 那当然我想我们先来讲一下 整体的大概的一个状况 9月外销订单翻黑 其实背后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背后代表就是忘记不忘 其实刚刚祝华前面有讲 应该要忘的 理论上因为我是讲的 因为第一季 为什么说第一季 你发现9月其实含在 在那个第三季里面嘛 第一季一般来讲 通常工作天数比较少 而且说真的9月大概有一些 所谓开雪草 或是所谓的年底的这种 耶诞的一个买气 所以理论上应该要忘 但是竟然还比那个第一季来的低 所以我说这代表的意思 就是看起来全球现在的一个景气 的一个状况 是比较不好的一个状况 而且很重要的是 你看到经济部 他们自己在估算的时候 认为十月还会再继续衰退 大概1%到3.6% 那我觉得最重要 当然也是因为什么说 去年你如果发现到 其实我们外销订单非常非常好 所以去年其实是在一个 高基期的状态之下 而且很重要的是 目前看起来 全球经济趋缓的力道越来越强 那当然就会压缩到 台湾的这些外销订单 而且重要外销订单下来 我们通常讲外销订单 可能是出口的一个先行指标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要担心什么 出口恐怕会受拖累进一步下滑 你直接看一下 我们左边的外销订单 就是刚刚讲的 你如果看一下台湾的出口统计 一模一样 从9月的时候竟然直接下滑 从原本还有8月 还有成长2% 9月就直接下滑到衰退5.3% 所以我说这两个看起来 是一个年动的 那如果今天出口 再进一步下滑的时候 你要特别提醒是什么 我觉得整个的一些景气状况 你要特别流利 是因为过去这疫情之后 这两年来 台湾的出口 对我们经济成员的工序 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个就可能会影响到 未来台湾的一个经济状况 难怪AMF这一次调降了 很多很多国家的GDP 就包括了台湾 所以接下来订单往下 影响到了出口往下 明年的GDP也要往下 是 现在看起来是目前这样的状况 还蛮有 应该说蛮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OK 哪些产业现在要提高警觉 拉警报了 是我想最主要这一次衰退最多的 还是光学器材 这个部分 光学器材是包括哪一些 包括像面板 包括这一些可能光学进口之类的 那我们都其实可以看得到 最近大概整个这些面板 面板材 其实在清库存的压力 非常非常大 所以其实因为你清库存压力 越大的时候代表什么 我下当的可能性 就会变低 我库存都没清完 为什么要下当 就客户端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所以光学仪器是衰退最多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塑橡胶制品 跟基本金属 两个衰退幅度 也都在三层上 橡胶制品是包括 橡胶制品包括过去 我们常讲 因为疫情而生的这些手套 要用到那个塑橡胶嘛 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 可能是用在一些医疗方面的 我想这一些部分 另外还有基本金属 就是我们讲的像不锈钢 像钢铁之类的 这一例 目前看起来国外的 整个的这些需求在当年观 如果留意大概最近整个 就是在从物货战争以来 本来基本就是往上涨 但是从下半年开始 整个那个基本金属的价格 就一路往下狂点 好 那有成长的 少数有成长的是谁呢 当然有成长的 当然还是在于 就是我们过去也是台湾最倚 那这两个大概加起来 占了台湾六成的一个出口 基本上就是一个 就是资通讯的部分 而且对 他九月还比八月还成长 资通讯是包括 包括手机 平板 或是Notebook这类的 那当然我想背后可能九月成长 因为这是比较两个月而已 他也许可能就是因为毕竟大家都讲开学 也可能要换电脑 那接下来耶诞节的这一些 那个那个相关的这一些 可能礼品或是这些相关的一些 那个买器也会出来 所以可能好一点 那电子就是主要是以半导体产业为主 那这个半导体产业 基本上他还是成长 他不是衰退 他还是成长 但问题是什么 你发现他如果跟八月比 他其实是整整掉了大概一成左右 这个其实非常过 梦道那我问 这是少数当中还在成长的 也是我们的强项 那我现在就担心说 他的成长在接下来 是因为他之前已经先反应过了 还是在接下来 他可能会跟他们一样 开始出现了需求递减 他也会出现了慢慢衰退 这个就是我们最担心的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说 你发现到其实如果上半年 这个成长幅度 我给你讲 包括从现在从掉到五点九七跟五零 之前大概都是两成到三成的 就是二几分之三成 这样的一个成长力道 之前都是两成到三成 所以他其实现在很明显 我就说因为你其实可以感受到 为什么是发现到全球 感觉好像需求在萎缩 但其实其中有一个半导体产业 速度还没那么快 就是人家已经开始往下跑的时候 半导体还可以撑在这边 但是现在担心就跟住华讲 他可能接下来半导体 就有这样的一个 也许搞不好就从原本的成长 会掉到一个衰退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地步 因为现在电子产业 大家最担心就是半导体在明年的引游 对 好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九月份的外销订单 现在开始衰退十月 你说刚刚预估可能还会有 一到三点六个百分点的衰退 那我们就来看到底 因为我们出口到各个国家 那肯定是这些国家的需求开始减退了 我们的出口才会往下盪 哪一些国家需求减少 对我们的影响最大 我想如果分地区别来看 就五大地区 我想你从这个图 我可以看到主要就是中国大陆跟香港 这个出口 你发现到从原本八月掉了 已经很多的二十五点五一percent 到九月又更加提高到二七点九 我想这是很大幅度的衰退 那当然背后最主要逻辑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订单下的时候因为什么 因为我这边也许可能在受到 整个生产上面有影响 那当然中国就是因为什么 风控的影响 因为疫情风控的影响 另外一个是什么 中国的因为房地产或是这些整个经济下行非常严重 所以他厂商在下订单的时候 他也会比较谨慎保守一点 他要为未来的这些投资的报酬率着想 另外一个是什么 中国面临美国的制裁压力 所以我说这个看起来我想中国 这一块对台湾的整个的订单 其实是衰退最大的 那当然另外几个比较 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好的消息就是 看起来除了中国之外像美国 或是像日本 或是像东协 或是像欧洲 我们都还有正成长 只是也有需要 就像刚刚对照前面的警讯就是什么 即使还有正成长 但是你发现什么 相较八月来讲 成长大幅减少 对 他的力道其实是在减低了 这个我想就是一个警讯 接下来的一个消涨 这里会不会再增加 因为你看风控 现在还在动态清零 而且这次在中共的二十大 他们还是强调说 我接下来还是会动态清零 所以这件事情还是会在 经济下行 越来越多的主要 全世界的一些市调机构 都预测明年的GDP 可能就派一口来 所以这个可能还会再下行 美国制裁只会更重 不会更轻 所以接下来这个衰退的幅度 还会更大 对现在当然现在就是如果今天 因为我们出口到中国 这边大概就是四成以上 如果中国这边持续下来的时候 我想一定也会影响 他台湾的外销订单跟出口 好所以外销订单影响到了出口 刚刚你说出口影响到了GDP 台湾明年的GDP 你们现在怎么看 我们我们说是台阶级的估计 还没出来 我们大概预测数字 大概要十一月才会出来 那当然我可以先看一下几个 目前大概就是最近有实际 做出预测数据 包括央行 他认为明年只会剩2.9% 真的不保三 对另外一个中金院大概是昨天 直接发布的2.81% 那更不要讲大概在上礼拜的 IF2.8% 所以三市应该真的保不住 目前看起来 我说整体的包括这些所谓的国外的那个预测机构 大概认为说明年也许台湾的整个的这些经济 看起来 虽然可能较于全球比较起来还是不错的 但是说真的跟过去这两年比起来也许可能会相对来讲比较差一点 这样子的一个不保三的GDP对于资本市场会有什么的影响 我觉得一定会比较负面的影响一定会出来 因为我说你可以看得到说我们大概过去来看的话 当今天经济表现不好的时候 通常股市不会好到哪里去 那当然大家有想问一下说 那股市会烂到哪里去 对股市会烂到哪里去 我说我们直接来看线 我们说我因为我们自己看总体经济 我说其实来看我们常开玩笑讲 过去大概讲股市通常是景气的一个 应该说股市是经济的出窗 就股市通常会领先景气来走 但是其实从过去的台股跟那个整个的GDP走势来看的话 看起来台湾好像不太符合这样的一个规律 怎么说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就我把它几个从这个简单来讲 蓝色助撰土的部分 这个是所谓的我们台湾实质GDP的年增率 就是经济成长率 那红色的这条线是台股的走势 你如果把它对照出来 抓几个比较从13个比较明显的转折点来看 你发现到什么 从第一个这边大概台股整整的不见得会领先会落后 从过去来落后的包括领先都有 但是你现在我整理出来 台股领先景气的大概只有两次 就是作为经济除穿大概只有两次 同步的有四次更重要是什么落后有七次 所以我们的slogan要改了股市是经济的橱窗 其实股市是经济的落后指标 这个我说了其实它没有一定的那种因果关系 但是你发现到都有 只是说因为台股我在猜可能 因为其实这也跟整个台股的一些应该这样讲好了 也许可能是因为资金的一些那个 因为这这这几年大概QE的因素 景气可能已经下来 但是因为钱的力道资金还在支持 所以他让他持续再往上走高 比如说这一波好了 这一波整整台股 我就讲景气的时候 它已经在这时候建高了 然后台股 结果台股大概落后四季 我们大概在这时候才建高点 所以我一直说因为资金的行情还在 所以他其实在推 但是实际实体经济可能已经掉下来了 所以我说这目前看起来 我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意思是说 如果假设你明年台湾的景气会往下看的时候 那你怎么可能说 整个的这一些台股的那个落底 可能就会在明年就落底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留意的 那最后我请教你 因为我们以前的逻辑都认为说 股市是经济很重要的橱窗 所以依照目前的GDP 预测如果明年都不保三的话 那如果股市领先的话 现在市场很多人觉得说 那会不会在明年第一季就落 第一季就落底了 但是如果过去的经验 原来是这样子的话 您觉得按照这样的经验 按照这样的GDP预估台股的落底 时间可能会在什么时候 如果以这个经验来看 大概最快最快也要明年 可能大概第四季 其实如果你有去看主技处 在预估每一季的那个景气 那个经济成长率的时候 主技是大概明年看的是 第四季是最低的 大概只有1.18% 所以那时候明年大概最快景气 第四季落底 那如果我讲的 如果假设它是同步的话 那当然最快也有可能是到第四季 才有可能落底 当然中间会有一些反弹 有一些那个波动 但是说真的真正的落底 也许可能还不会出现 谢谢梦道 请先回座 所以打破了我们以前的逻辑 我们的slogan不是都说 股市是经济的橱窗吗 如果这样的逻辑是不成立的话 那现在很多的投信 很多的专家本来都乐观看好 明年第一季 不管是在升息的一个节奏 可能稍微放缓 或者是说股市是经济的橱窗 有可能落底 这样的逻辑可能就要打破了 梦道说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如果过去真的的经验 还会再复制的话 那落底的时间 可能就会在明年的第四季 那大家投资要有一些心理准备 现在恐怕强反弹 第一个手脚要快 第二个是 是不是抱有一些 相对比较抗震的股票 这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投资方法呢 台股今天高点 今年以来高点拉回来 大概跌了快要30%左右 但是有一些个股 不仅仅比大股还要更强 逆势抗跌 这些股票 现在能不能赶快买进来 作为明哲保身之道 休息一下 正在告诉你 这些股票 就会有点赶快买进来 这些股票